大家好, 過了一個新年, 終於回來拍片 這次就是歐巴貝的第一場球 32強的第一回合, 4-0 贏了球 差不多半隻腳就進了級 但在賽前分析的影片, 很多網友都覺得歐巴貝不如放棄 留點力在聯賽中專心 但我不太同意, 因為聯賽中獲得冠軍的可能性很小 作為一個新的教頭, 蘇斯卡查 其實很需要一座冠軍去震一震 特別是, 更衣室不是很和諧 表面上是很和諧 但你也看到有些風聲傳說, 搬勞說想走 不排除武冠軍走, 保巴要走, 其實有很多暗勇 這個時候, 如果放棄一座杯賽 特別是歐洲賽的杯 其實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無論如何都要打 還有, 英超那邊, 是否緊張到一場都不能輸 就算你流了力, 都可以輸給西暴朗 所以不如繼續出點力, 贏了他連勝, 拿回士氣就好過 這場球開了個好頭, 4-0 贏王家蘇斯達 我猜他會和, 我猜他會和 有一點點是眼鏡, 但最大的分別 我認為是, 我猜對手會出全主力 但最後他們出了後備 還有, 我猜我們曼聯不會出全主力 最後剛剛調轉, 我們曼聯的主力都出了幾多 對比上一季歐爆杯, 其實順利很多 上一季, 我們第一場的淘汰賽是和了球 即是1比1, 和布魯日 這次贏4比0, 就算開個好頭 其實都不錯, 因為只是踢少一場 下個回合, 可以出版多些年輕人去應付 但講這場球之前 我想分析一點今季歐爆杯的前景 分析前景不單是講有什麼球隊 即是哪一隊是強隊, 這麼簡單 最重要是看強隊 即是有實力的球隊 是什麼態度去應付歐爆杯 第一場球踢了 就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其實能夠說 有實力的球隊 在歐爆杯現在32隊裡面 我認為只有不夠10隊 是有機會獲得冠軍 當然最有機會 除了我們之外 就是三隊英超球隊 第一隊是李斯特成 他們昨晚100%全隊出陣 即是一個後備都沒有 華底、麥迪神全部出陣 即是他比英超更加積極 感覺是不會有任何輪換的 所以要小心他們 但如果你問我是李成 我就不會拿歐爆 英超隨時爭到前四 就比拿歐爆 我不太同意羅渣士 因為他們的班底不是太厚 第二隊熱刺 就是熱刺昨晚出了半隊主力 即是大半隊 因為他們雙兵比較多 其實都算是很認真地打 他們4比1就輕鬆搞定了 德甲第四名的和夫斯堡 其實都看到熱刺的決心 以及摩連盧這個人兄 任何冠軍都不會放過 所以熱刺肯定肯定是有心會 特別是他們聯賽的機會很小 阿仙奴又怎樣呢? 他跟李成差不多 都是出盡所有主力 阿迪達更加是 即是他們排成英超第十名以外 即是周圍的位置 其實英超拿前四甚至前六的位置都很難 所以他們沽著一擇去歐爆 就可以預期 但其實他們的發揮 即使全隊都是頗差 他們1比1就迫和了浦超的奔菲加 不算太差 有一個作下入球 我相信他們進到級的話 之後都會是一大勁敵 即是場場肯定都會進選 英超以外 我覺得最值得留意的一隊 不是AC米蘭 也不是拿波利這些大名氣球隊 我認為是維拉利爾 維拉利爾 他們這場對著薩爾斯堡 他們100%也是全主力出戰 2比0兩個作下入球 就擊敗了對手 所以他們幾乎是可以進級到16強 這隊維拉利爾 這樣踢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陣容 一點都不弱 正選來說是有力一戰 接著德甲里華古順 輪緩了一大半 不知道做甚麼 上半場落後三球給這個年輕人 接著追回3比3 最後又輸回4比3 但你看到里華古順 這隊伍似乎不是很大決心 差勾包背 陣容也輪緩很多 接著去到二甲幾隊 其實這個AC米蘭 就完全沒有心踢 你看到他整隊都是完全後備 拿波利的情況也差不多 所以大輪緩之下 他們還要爆冷輸給西甲中油 格蘭納達 所以我認為二甲這兩隊沒有威脅 我相信他們會集中亂賽 因為今季二甲很亂 他們有權拿到冠軍 唯一一隊比較低調的 要一提就是羅馬 羅馬呢 暫時第三名 他們昨晚為我出盡正選 2比0又是作客 兩個作客入球 贏了普超的布拉加 看到羅馬也有心踢 所以總結來說 最大威脅就是英超那三隊 熱刺、亞仙奴、李成 以及維拉利爾、羅馬這幾隊 如果你算起來 就還有一隊亞即士 即是河甲方面的優勢比較大 看來他們踢歐巴盃 都會一直主力踢下去 實力來說 我認為排面都是我們比較高的 但是這些球兩場過 就不一定是強一隊贏 他們有威脅 是可以贏到冠軍 不出奇的 熱刺我覺得機會最大 始終就是摩年奴的歐巴盃、歐罐盃 這些經驗最豐富 即是歐巴盃中 他們最有經驗的教練 這件事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講回長波 我賽前分析就是古和波 大家有看到 現機於對手出全力 接著他們的陣容就不是全力了 看著電視直播出陣容的時候 我有些相當奇怪 覺得為何要出一些老將出來跟我們踢 是否看不起我們呢 接著就發現了 原來他們有個中堅 賽前熱身 就是傷了 那位中堅 是最主力的那位 就叫做I.O.C. 當道 接著他們踢不到 就出了後備阿洛萬 接著還有雙足大撥桂的 伊拉拉文迪 加上35歲的大衛斯華 所以他的中場的年紀 都平均30多歲 速率一定很慢 前鋒收起了我認為 賽前認為最大威脅的那位右翼 波杜 用了我們曼聯的青震產品 賺奴沙 這四個的改動 或者出到這四個後備球員 我認為幾乎可以說 這場王家蘇斯達輸得金的一個最大的關鍵 中堅的洛萬 你看到他身高比較高大 但是他是笨笨摺摺的一種中堅 你對著我們今場 明顯跟你打速度 即是拉蘇福特、陸牧 加上了詹姆 三個的速度 打機都90速度 那種 你對著他樂曼 一米乘一米九 你看到他整場球 都被我們的三個前鋒 爆到相當之狼狽 如果他真的出到正算中堅 艾奧斯當道 我相信防線的情況會好很多 所以這一下賽前受傷 是很金的 對於王家蘇斯達來說是一個致命傷 中場就不關相事 他自己選擇 選了達衛斯華和伊蘭拉文迪 達衛斯華 你見到 今天的達衛斯華 就完全不是當年那個 他今天 很多脫球 傳球 很多careless pass 以前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他今場數據 只有一個key pass 還有只有41次傳球 比他兩個中場搭檔 而且全球成功率只有八成二 對於達衛斯華 我們認識的達衛斯華 就是完全是兩個人 當然就是防守 他完全幫不了手 以前都幫不了 現在又更加慢 伊蘭拉文迪以前 踢過王馬 但我從來都不覺得他很厲害 被人買了王家蘇斯達之後 他又重傷 大半年都沒有踢球 復出了兩三場正選之後 你看到他的速度更加慢 所以 一對中堅慢 我剛才提及過 左閘蒙尼爾 也是很慢的一個老的左閘 整條防線加上防中 再加上一個中場 達衛斯華 都是慢 一對慢的 對著一對有活力的年輕萬聯 你不輸就很難 所以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出後備 等於放棄一樣 還有最大敗筆 就是我們的稱分產品 這個最大臥底 讚奧沙 讚奧沙 除了他的突破依然存在 他所有東西都沒有進步 即是他的波路球箱 我完全看不到有什麼獎勁 還有他突破 似乎比以前剛剛出道的 靈氣少了 亦都不覺得他特別有腳化 很多次的脫球 自己帶球送給我們 是非常多的 他前十分鐘有個一兩次機會 之後其實呢 都是相當沉的 之後到八十分鐘 才換回波道 其實已經太遲了 即是有幾下的威脅 他馬上換出來之後 但是八十分鐘做到的事不多 除了球員質素問題 其實王家蘇斯達 今場的棋位 都令到我相當疑惑 即是賽前我說 他對強隊多數會踢433 對嗎 今場雖然他畫出來 即是賽前說的訊號 都是說433 但是你看場球 就會發現 根本就不是433 即是他用大衛斯說 都很難會是433 即是他很多時候都站在公中位 但最大問題 就不止他一個 塞在一個中中位 你看到他們的平均站位 很明顯是一套4222 即是4222 兩個閘位推到很前 一個人就踢了整條邊路 中場防中留在正中間 即是伊拉拉曼迪和美連盧 攻中 不知為何有兩個人 即是施華和左翼的奧耶沙寶 就好像達成一個雙攻中的感覺 但奧耶沙寶其實是一個左翼 但右手邊的贊路沙 又跑到很前 就搞到變了雙前鋒 所以實際你站出來 打出來的效果是422 這個陣容我認為 對於我們這隊萬聯反擊型的球隊來說 簡直是一個大禮包 即是很容易對付的一個陣型 即是4222 你知道兩閘推到很前 其實你後面的保護是相對少的 很多時候後場 就只剩下兩個防衝加兩個中堅 你一打反擊 其實兩邊的空位是相當大 我們只要一個高波 扔上機角位 即是兩邊禁區的邊緣 其實就沒有太多人能夠標準 我們福仔能夠標準 即是一爆 車尾燈都看不到那種 好像這一球 只是剛剛開了一分多鐘 當時我們後防有點大意 自己失了 對手就好像見到 餡餅一樣衝上來 最後占路沙遠射射失了 去到Hindersen 撿球 即是我們的龍門 準備開大腳 其實還有很多秒 他們的球員如果勤力 是可以回防得到 但你見到他壓到很前很前 他回防又不是太積極之下 所有人都在很前的位置 去到這個時候 我們的Hindersen Hindersen 看到前面有很多空位 一腳勾上去 勾上去的時候 結果對手 就好像剛剛說過的情況 只剩下四個中路的手帳 就是兩個防中 兩個中堅 速度都是偏慢的 因為閘位不在這裡 你斬上去 就很容易會造成一對一的局面 以福仔的速度 以及他的身體質素 其實中堅是很難記住的 即是英超的 但西甲這些中堅 真的個人的身體質素 是比較弱的 搞到對手的中堅 就很狼狽 即是一撞一撞之下 就趴在地上 被福仔就過了 防中老將伊拉拉文迪 看到他 即是他知道有危險 但拍馬回來 始終他的速度都是慢 就追不到 所以福仔就輕鬆拿到 但問題就是他的把握力 即是世界級的把握力 射中正中的龍門位 被人擋出 如果不然就兩分鐘領先 一球不能夠作準 但去到第十八分鐘 又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其實中間也有 只不過是形成不到射門的意思 第十八分鐘當時 曼聯在後場組織 當時王家蘇斯達的中前場 位置又壓得很前 即是你看到他們只是站得很前 但事實上 他們的迫搶 全場都不是很積極的 即是不是說 一拿球就飆過來 只是他們站得很前 但沒有迫搶 所以既然不是迫搶 這些站位 我就會判斷他為失位 你看到中場中間的空間 是完全沒有人的 結果如果你作為後防球員 中間完全沒有屏障之下 只有一個防中伊拉拉文迪 守不住整個中場 那泰利斯拿到球 根本就沒有人去遮線之下 很大的空間 視野很開闊 他就一下直線 就劏給班奴 你看到 班奴向前跑 其實班奴的速度 是一點都不快的 如果你比英超的中堅 肯定能追到他 拉跌他 或者搶球也拿走 都可以 但是他拿不到 就知道他有多慢 這些球 如果對面 王家蘇斯達 好像我之前的預料 踢過433 有左中右三個中場 其實遮線都遮光了 泰利斯沒有可能 可以這麼容易 給到地球 一下子就塞上前線 給班奴跑 就是他們的中場 用了兩個路障 速率是跟不上的 如果這刻 戴衛斯說 可以回到右手 就剛剛好 擋住了泰利斯 他做不到 我們就踢得很輕鬆 最後去到班奴 去到禁區邊緣 就是禁區左右的位置 橫全的時候 其實福仔和占士在下面 的位置都是空了 所有球員都回防 是不能夠及時的 但是他又再一次表現他的單刀失敗 射得極度保守 我覺得他有點帥 當時我在Telegram都說 很帥 他那刻隨便印上去就算了 又是印到正中間的龍門 夠出 都頗敗家的 老實說 這兩球如果對強隊入不到 隨時就輸回 之後那四球入球 其實都無需要多說 我自己覺得都是類似 要麼就一腳斬上去 要麼就是反擊的球 都沒有什麼很厲害的組織 就已經可以撕破 這個王家蘇斯達防線 其實除了這四球入球 還有James 還有一球抓狐 隔連會左路 還有一球射球 都是很近磅 所以如果可以贏的 老實說贏六球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把握力是一般的 到萬聯 我們這一隊 我賽前分析說過 我便宜 就用Marsiel Marsiel在我心目中已經完全有一個後備 這場球給他出 就OK的 我不預期這場一定會贏 其實你一比一拿著作下入球 下場回到主場 都是有把握的 結果沒有 可以繼續用阿福仔的六目 我可以理解 蘇斯達賊都猜不到對面那麼弱 還有Duan Saba 馬迪 我本來都打算用 因為雲比Saga 連續了很多場正選之下 你就應該讓他休息一下 這場也是一個好機會 最後沒有休息 Duan Saba 也一分鐘都沒有出過 我相信 可能就是之前他惡劣的表現 那麼多犯錯 就令到蘇斯達賊卻 不敢用他 馬迪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對麥湯很有信心 但是最後 麥湯好像有點受傷 我覺得也不太好 這場球 不可以出那麼多主力 特別現在我們普巴傷了 雲迪碧有傷 其實麥湯就不能傷 所以這場 我認為比較好 應該正選馬迪 就算贏不到四球 都是這樣說的 卡雲尼有傷 又不算主動輪換 真正可以休息 是蘇爾和連力樂夫 而迪基亞 不可以休息 其實他也不用休息 龍門的位置 不是很累的 全隊之下 打得相當有隊形 不是很主動的那種有隊形 是很明確的 一開始就知道 是要打防返的 整隊都沒有在前面抵押過 只是等別人過了半場 先搶他的球 一搶到就扔上去 整個套路都是很一致的 你看看我們的數據 控球率方面 我們一直都處於律勢 最後埋單計數 就是4比6 剛剛好40% 比這個60% 其實中間曾經去過60幾比30幾 因為最後我們贏了4比0 對手有點鬆 就拿回多少控球 但是射門次數 我們是多於13對8 特別是中籠次數 其實都相差非常遠 我們在一個劣勢的控球率之下 拿到這麼多的中籠次數 很明顯就是一次戰術上的成功 防反是防死了皇家蘇斯達 但是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真的曼聯對著這對蘇斯達 他們的進攻能力真的不強 只要放在後面 穩穩陣陣 坐好你的陣型 其實就很難會輸 任不進到球 就看前面 最後當然是做得好 如果把壓力更好 就更加好 入六球是可以的 這場球就不需要說太多入球 就是比較簡單 我選三個球員出來說一下 第一個是綠木 即是隔年活 這場球 事實上三個前鋒球員 都頗多換位 即是靈活的跑位 不是分得很清楚 哪個是左 哪個是右 哪個是中間 詹斯有時都在中間 福仔有時都在中間 但大部份時間 其實是隔年活打中鋒 今季他打中鋒的場次 大概只有三四次左右 前幾次其實我印象都一般 這一場其實他參與 都不算很多很多 但是他的回防很勤力 好像有少少借鑑了卡叔叔 即是卡雲尼 他回來都幾次幫到手 有一次他不回來就輸了 即是雲比撒加那一刻 亦都漏了人家的左閘 那我自己覺得是可以試一下 即是這些時候 特別是迪亞羅 阿瑪特迪亞羅 開始上位 多多的翼鋒用 隔年活是時候推上去 特別是MARCELL的發揮這麼差 其實也是時候用隔年活 即是培養他打中鋒 這場不算特別好 但算是勤力 我都算是收課 第二個就是JIMS 我覺得JIMS真的令人十分喜愛 不是喜歡他的球技 技術不是真的很好 但你真的看到他跟阿達叔叔一樣 很多場都沒得出 但每次出場他都交到功課 或者上一次列斯聯繫 踢踢不錯 又入球 今場又是 很多場球都不見影 一直坐後備 一來到就跟你100%出足全力 一球一助攻 是對他一個很好的獎勵 除了入球和助攻之外 整場看到他不惜氣力的跑動 無論是防守好、助攻好 每次都是衝到前 幫你拉位 也好自己入攝 或者自己助攻撞場 甚麼都有 我認為JIMS 大家知道他有多少 但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他比Marsel 值得更多機會 即是你沒有理由一直試 幫他拿狀態 Marsel 你試了20多場 是時候讓位 JIMS值得更多機會 我相信他能夠做到的事情 不至於這樣 你給他多些機會 他會進步 即還有少許空間 可以踢得更好 今場除了一球一助攻 其實他還有很多下 都可以拿到數據 即是有一下 完全被福仔射不入的單刀 還有一球炸壺 如果幸好 其實他拿到兩球兩助攻 都是有機會的 第三個當然 就是要說我們的新仔 阿瑪達炒爾 阿炒爾 或者大阿露 這位新仔出的時間 大約10分鐘左右 當然 他做到的事情不多 但是 有些數據說 他三次突破 下半場最高 是的 他明顯很喜歡突破 我也很欣賞他的自信 你看到他第一次出場 對著對手也不算太弱 西甲第五名 他沒有協場 你看不到任何的生劫 清潔 生梳 沒有的 還有就是 你看到他的跑動很積極 首先 他一定不是Marsel那種球員 不是那些奶奶走 你先走 你先跑 我等機會 那些不是 他助攻 助手 都跑得很積極 還有場邊見到 有某個教練 我不知誰 不斷叫他阿瑪 阿瑪 都是很受重視的年輕人 我相信他之後的機會會多 踢左邊我不覺得他適合 踢右邊 看看發揮會不會更加好 身形上還需要刁鎖 但是我認為是一個有機會可以做到貢獻的收購 三四千萬 不知道是否值得 現在拿起上手 雲底逼都三四千萬 很難說誰會更加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記得幫我留言 按LIKE 還有訂閱 最近的訂閱數慢了 但不要緊 如果有人還沒訂閱的 記得幫我按訂閱 按下訂閱 再加入會員會更加好 下次再見 拜拜